OK,各位 来,同志们 刚刚呢,这个朱日琛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呢 还是就是变量复值的一个问题 你们能看到我屏幕吗 能看到哈 朱日琛问到问题 他说他有一点不明白 就是基于这个问题 我再跟大家在列表这儿做个补充 咱们原来说过 比如写上个V等一个 V等一个1 再写个V等一个2 然后我们printV的时候 各位这肯定是输出2 对不对 它在内存里面 其实就是个指向 对吧 其实就是个指向 原来的时候 原来的时候 它原来 这里开始换 这整个是内存 咱们之前我跟大家画过这个图 这有一个A A原来是不是等于1 然后你说又创建了2 是不是让A又指向2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我再去printA的时候 因为各位我们知道 这个变量名其实是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它是存在的 最终到非语言去做的时候 变量名是不是全部都已经没了 所以都是内存之间进行计算 都是地址进行计算 所以它会输出个2 这个没问题吧各位 没问题 所以这里如果我写上一个什么 A V等一个什么呢 Alex 然后V点是sublet 然后比如说L换成个L E L 那你说这样 我不是sublet 叫replace 在replace的时候各位 相当于是不是 原来这是不是就一个心值了 对 是不是 然后是不是让V 是不是指向心值了 然后我们输出V 是不是就是心值了 好 这是这个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个 再来说一个各位 我们学列表的时候 抬头 我们学列表 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怎么着呢 比如说我搞了一个列表 然后又写了一个什么呢 Li 假设叫Li 然后通过所以 是不是可以修改列表的某一个元素 可以 修改列表的某一个元素 也就是原来我们是这样学的 比如一一二二三三四四 然后我让Li进行修改的时候 比如说零等于一个999 那这是它通过所以 那当然它也可以通过所以进行取值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所以 就是修改它的一个元素 那你说如果它是一个字符串呢 字符串我们当然知道它是不是可以取值 你说字符串它能不能进行修改值 不能 你说能吗 是不是肯定不能啊 因为我们说字符串一旦创建 是不是肯定是不可修改的呀 肯定是不可修改 所以如果咱们在这儿给它写上一个 S0等于它的话 这里直接就报错了 看到吧 是不是程序直接报错了呀 字符串是不支持这个操作的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说字符串可以通过所以 去取值 但是它不能进行修改这个值 OK所以在这个列表这儿以及字符串这里咱们做一个补充 这个还是补充说明的就是一点是什么呢 还是字符串创建之后 创建后不可修改对吧 不可更改 好那接下来咱们补充完了 接下来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